一些细节可以再学习一下 那里面第一个 我大概demo就是说 一我是用input box 输入什么呢 52 Enter它measure box不是直数 那其实结果都一样 就跟刚刚逻辑一模一样 53 Enter是直数 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界面 看起来不漂亮 所以我就直接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50 52 ok 然后你按一下这个 直数判断不是直数 如果输入53 他会帮我把这个input这边output是直数 那写法的话大概就是 因为 时间的关系 可能我就是把程式稍微说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跟之前讲过差不多 那程式在云端上都有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它贴上 但是你要会贴 你不要连贴的能力都没有 ok 那怎么怎么写这个东西 一 一定要开启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 请你把它放在模组里面 ok 我其实模组在怎么 我先把它移除了 ok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那两行在哪里 其实那两段 就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边是直数判断的第一段 它是第一个sup 就是我们用input box 跟那个match 第二段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这一段 头尾 kontrol 11有没有 然后就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贴上就好了 你就有第一个按钮了 做按钮我上次讲过了 所以就不在最处了 自己会加 然后再来呢 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重点就是说你要知道说 里面的跟那个我们刚刚python的差别 不过你会发现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如果input box的话 进来刚刚是for range 不过在vba是for i 等于哪一个词到哪一个词 它有点像 这个就已经帮你内建一个range的类似功能 然后我们就什么 就是从这个词到prong-1 它这个不是说stop的词 它是这个刚刚好 所以我要签一个 如果有什么差别 如果这个prong能够被整出来 写法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本来是percent 改成mode OK 第二个的话等于有没有 在python里面是两个等号 在这里一个等号 最后呢 这边zen 我们python是一个mode号 这边就是一个zen 差别在这里 其他都有缩排 另外的话break有没有 在这边呢 叫做azesub 在那边叫break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啦 OK 反正你再看一下 两边如果语法都熟悉的话 很快你就会写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植树判断 我用input box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输入的值在哪里呢 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叫做range的b2 OK 输出值的话呢就range的 跟你讲b1这个 然后输出的话就b2 OK就把它丢进来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显示的结果 那细节部分的话请可以再练习过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说 哎 刚刚我们不是有个制定函数吗 然后后面不是这个return 对不对 其实这边可不可以改 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拿这个把它改成function的话 要怎么改 第一个的话 也许我们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记得叫function function是有return值的 OK 那个return function的话 也叫test好了 也许我们跟刚刚那个一样 Enter 那你会发现 在VBA比较麻烦 它一个 没有回穿值叫sub 有回穿值就叫function 那里面的写法 差异性不大 主要就是怎么样 把这一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边来 要拖拉过来 OK 然后呢 我们 如果要return的话 最后是return到哪里 return 所以 特别注意就是 return到B2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把B2 它把它这个先放在这边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return的值 所以这边打一个test test 那test后面的话我传给它什么 传给它这个东西 prong 所以它就丢给它嘛 然后它帮我return回来 我就把它放到这边来 接下来就是我丢一个prong 所以这边 function后面的这个prong也要给它 所以丢一个数字给它 让它去接 怎么去接呢 所以丢进来的东西 也是prong 名称没改 然后就 最后的话记得要return 可是特别注意 刚刚是return 最后那个结果 可是在VBA 它刚好不太一样 它是直接什么 直接丢给自己本身 所以最后这个关键的地方来了 刚刚是写到最后一行 那在VBA是什么 是把这个名称有没有 方权的名称放到这边来 意思说把这个丢给它 它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再把它这样 copy 放到这边来 所以它丢给它 这个丢给它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OK 我大概叙述一下 如果细节部分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乱一下 然后我们一样 如果我刚刚 改完之后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个再把它改一下 52 那把它按按钮 return 等一下 不是指数 这边 53 是指数 基本上结果一样 只是差别在这里 把这一个改成function 这个改的 这个功能 跟刚刚 那个python里面 有回传时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写法不一样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return 刚刚是用return 在vba里面 它不叫return 它是丢回给这个function的名称本身 就可以接到 OK 那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切一下 所以这两段程式 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只是说这个return 我看好像 这个function 不知道有没有放 如果没有放 我待会也会把这一段 把vba改成有return值的function 也把它放上去 别花了 但是 我 Donc 看到了 对 估计 我们 相信